男人暗恋你的四个表现 看着很心酸 但是真的很真挚 一 他会变成跟踪狂 除了经常看你的朋友圈 他甚至还会不断搜索和你有关的事情 微博什么的 你参加过什么节目什么 他全部关注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 二 他不自觉地掩饰醋意 如果你在他面前跟其他异性聊得很欢 他的脸色会突然转阴 心里那股酸溜溜的感觉 变排山倒海般的涌现 这种情绪就是吃醋的表现 但是暗恋的人不管如何吃醋 在暗恋对象面前都会装得不在意 无论如何都要维持住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可当你一距离开 他却急着找回你的身影 三 他变得傻里傻气 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你 幸福的微笑会随时出现什么的 和你发条信息笑得合不拢嘴 遇上你的事情就变得紧张兮兮 即使他手上有三天分量的工作 要在三个小时内完成 他还是会忍不住偷看你的朋友圈 四 经常间接向你开玩笑似的表白 如果经常你间接或假装开玩笑地 要求你做他的老婆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被他爱上了 如果你们已经约会了不止十次 他仍毫无表示 那么你不必把他当作夫婿唯一人选 赶紧闪人吧